昨天工业核信息化部发布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到2025年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 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 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10% 同时能源效率稳步提升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降低13.5% 粗钢水泥乙烯等重点工业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昨天公布的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针对我国制造业高效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战略任务 提出了聚焦一大行动构建两大体系 推动六大转型实施八大工程的整体实施路径 产业结构高端化 能源消费低碳化 资源利用循环化 生产过程绿色化 产品供给绿色化 生产方式数字化 这些用物互为支撑相互贯通 是多维立体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段转型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工信部表示 国家将从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 加大对工业绿色发展的精准支持 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工业领域探达峰行动 是国家探达峰十大行动之一 工信部表示 在十四五期间将全力推动工业领域自身的探达峰 同时打造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体系 积极助力全社会探达峰 着力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 在产业结构方面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在节能降碳方面 调整优化用能结构 强化节能监督管理 在绿色制造方面 将通过典型示范 带动生产模式绿色转型 在循环经济方面 将强化工业顾费综合利用 在技术变革方面 将加快绿色低碳科技变革 实施智能官物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并开展试电视法 助力能源生产领域的探导峰 加快充电章建设及换电模式创新 助力交通领域的探导峰 加快推进绿色电载产品认证 助力城乡建设领域的探导峰 同时工信部表示将着力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 强化工业企业需求和信息服务供给双向对接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 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变革